法務院會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交通組織質詢 趙正宜委員之質詢以書面提出 請行政院書面答覆 並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現在請呂玉林委員質詢 詢答時間為15分鐘 謝謝主席 現在請我們的蘇院長跟林部長 請蘇院長 交通部林部長 院長 部長 辛苦了 這天連假回來 太多的事情要處理 尤其是疫情的部分 那因為在4月2號的時候 林部長特別宣布 大家連假可以到戶外走走 去走一走 到花東去 但是4月3號 這第二天 我們疫情中心 就希望大家都要待到家裡 給國人的感覺是 我們政府的態度應該要一致 答案也要一致 國人才有辦法所依許 尤其是這個連假的 四天的第三天的中午 宣布說請大家 有這個十一個景點 請大家盡量不要去 人潮擁擠 要大家自主的管理好健康 所以我們在講說 這個三天後才宣布的事情 這表示說你們有一定的依循跟標準 不然這十一個景點的標準 是如何來可以公布 要限制這十一個景點呢 請部長 這叫做有原則 也有靈活應變 原則就是說 我們在全世界 是絕無少數 還能正常生活 自由活動的國家 所以我們努力民眾 是正常生活 健康活動 但是發覺這些景點 很多民眾 來這裡玩的時候 忘了我們所交代的 所以的標準在哪裡 應該保持社交距離 忘了 或者連口罩都忘了 所以我們特別來提醒 發現這些狀況 所以才會做這個宣布 是嗎 也就是說 我們認為民眾自律 這是很好的事情 健康活動也是可以容許的 但當你超過的時候 政府還是給你提醒 可是你公布的這十一個景點 你的標準 照院長所說的 就是沒有1.5公尺的距離 人潮擁擠 所以才做這個公布 是不是 那如果這樣講的話 大賣場啊 Costco啊 這人潮也是這麼擁擠 為什麼也不在這個景點裡面呢 這個也都有要求 大賣場或Costco 你們顧客來的時候 也都要給他們做這樣的要求跟呼籲 所以本席還是要請我們政府單位 我們的態度一致 答案也要一致 所以你們事後公布 就是有標準在依循1.5公尺 人潮擁擠 這個人潮擁擠的部分 那我想請教的就是說 五月一號也是有三天的連假 院長 院長 部長都在這邊說 不會取消這個連假 也不會有禁煮的問題 那所以請教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們能不能標準 這個11個景點 是不是在五月一號 你也照樣會有公布不要去的景點呢 我們到目前為止沒有規劃 說現在要取消連假 不過疫情的發展 我們也都緊盯著 萬一疫情有非常嚴重的變化 那當然政府自有因應之道 不過目前基於這個連假春假連假的這個情況後 已經明白的有訂一些原則要求 那天在CDC的這個疫情中心 也大家在一起也有討論 我們部長也特別有講 關於比如停車場 也就不是停滿了 各種應變方法都已經有因應 並且也有公布 不要看疫情的狀況的發展 我們做好安全的防範 但是 最重要最重要還是拜託全體國民 其實全民都很配合 只要政府公布 要依循的標準在哪裡 所以也要請院長 部長 五月一號也要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疫情的發展狀況 我們要提前做個公布好不好 那要不要請部長 一定要提前做一個公布可以嗎 好 那接下來我也想請問一下 就是我們很多的確診都是屬於境外移入的 那在3月28號的時候 269例啊 這個案269例 就是從菲律賓回來的 從277傳給269 269再傳給299 這個就是交通部 這員工 然後我們機場公司的員工 這些問題而傳染的 所以我們在想 很多的境外是從機場 機場也就是最重要 攔截的重要的那個防疫防線 所以在下了飛機之後 一直到檢疫站 這中間我們盡量都不能停留 也不能在那邊兜流逛逛對不對 那如果說這個下了飛機到檢疫站 有免稅商店 這個就是我們擔心的會有破口 所以部長有沒有考慮這個中間 這如何嚴加管制呢 跟委員說明 這整個動線都有從路徑 然後通關提領行李 在中間有這個篩檢 這個站等等 那至於說免稅商店的部分 確實現在是人少 人少就不是說沒有接觸 接觸就有確診會感染的 這個問題啊 是不是 他是出境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只是提 並沒有 入境 入境 我說入境的免稅店呢 到這個檢疫站 部長 我直接說了 像你喝咖啡不到30分鐘 就感染 也確診了 所以你從下了飛機 飛機飛到我們桃園機場 下了飛機出關之後 出口到檢疫站 這中間就是有免稅店 你免稅店 你會從那邊都有理由去逛逛去買東西 不管你付現金刷卡 你都會跟裡面的人員 員工有所接觸 只要有接觸 就會增加感染率 所以這個要怎麼樣去防範 我們不能夠把這個最重要的國門 這防疫的防線 也有發生有破口的情形 所以 部長 我希望你要嚴加落實的管理這個措施 好不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想談的 就是我們交通的一些紓困的方案 紓困的方案 有很多 尤其在上週 也開了我們的臨時的院會 在我們的紓困的條例裡面 增加了一千五百億的預算 再加上前面的六百億就兩千一百億 再加上貸款的七千億 這些我們都要紓困 振興經濟刺激消費 這個都要趕快來做的 但是很多的民眾在陳情的時候 就是關心著七千億的貸款 這個是很好 會不會看得到吃不到 門檻太高 為什麼 因為不管你是一個製造業 或者是工業 那銀行一定會做一個把關 風險管控 他要評估 評估你的訂單有多少 就是我能貸款給你有多少 如果說服務業 我要評估你的人有多少 我可以貸款給你多少 在這個當下 在這個疫情在擴散的當下 他的評估可能會失準 因為沒有訂單沒有人潮 所以這一點我們的行政院 交通部你們都應該很清楚知道 那要如何來讓我們的貸款 可以協助到這個紓困 也要靠我們院長跟部長 如果說要提供擔保品 他沒有擔保品 提供土地房子他沒有 他要如何貸款 這就是他們看得到吃不到 所以請問一下 我們要如何去調整 委員這一次 這個相關的紓困 我們政府拿出來 非常大的誠意 在歸院已經通過 這個原有的這個特別 預算裡面的100億 就希望做到1000億的效果 我們由政府來保證 相關中小企業等等的貸款 那這一次我們因為疫情發展更嚴重 所以一兆0500億的這個裡面 有7000億的管理貸款 就委員剛才指出來的 這個由財政部金管會 特別來要求各該銀行 對於既有的貸款 無論是申請延長等等等等 都從快 從速 而且從方便 那相關作業的細節 昨天我們相關包括政委 財政部長金管會主委 都已經對社會公佈 那另外相關的這一些都受有專戶 如果有任何企業個人 有任何困難 還有單一窗口來服務 總之希望能夠做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是 我們希望協助紓困 我們要讓他們能夠拿到這個紓困的經費 可是本席剛剛強調的就是說 如果他提供不出單保品 如果他的貸款金額也已經超過了 這些方面我們的院會部會 是不是因為是授權是給銀行 銀行他當然要管控風險的評估 那都沒有辦法的情況之下 我們政府對這個單保的部分 有沒有協助的辦法 政府有就相關保證的部分 銀行的風險 政府還特別提供保證 希望給各該企業能夠獲得需要的貸款 或者能夠相關風險 政府來為各該出單的銀行 來讓他減少風險 這一切的作業方法 這個財政部經管會 都定有相關的作業的機制 如果委員 因為委員從地方來 最代表民意也接地氣 你如果也等一次監督政府 哪一個地方如果做得不好 委員你多指教 我有特別要求相關部會 這一次不要讓業者覺得以天說閃 或者說看得到吃不到 希望這一次要讓民眾特別感到 政府的誠意跟效率 那委員也幫著監督看看 如果哪個地方沒有做好 我們希望說你們了解問題 要是各行各業的狀況 給予最好的一個協助 才能夠真的紓困 相關交通的部分 部長也有作業的方法 他一定比較知道 部長給你說明一下 因為我的時間問題 我知道 部長我就請教你 我們所有的運輸業 我們的運輸業 我們關於汽車跟鐵路的運輸 我們的紓困方案裡面 有幾個問題想來請教 那尤其是運輸業 我們很多的是掛牌的 或者是靠行的計程車 都是有在車行底下 那我們的申請的話 都是要靠車行 但是所有的盈虧 都是屬於自己要來負擔的 不管養車貸款 養家活口 都是靠他們自己 所以一定要靠車行 如果車行沒有幫你申請 他就沒有辦法得到這個補助 如果這個車行 因為中間的程序 需要有折扣 或者是說 他會有一些補助方面的話 給予一些抽成的部分 我們講坦白就是有抽成部分 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需要我們交通部來加強管理跟管控這個措施的 但是我是希望 有沒有可以有個人的申請的方式 一定要車行 委員說明喔 我們這一次都是採取對人的補助 包括薪資的補貼 那不是對車行 我知道 就是一個月一萬塊最多三個月啦 對 那我是說還有個人的一些補助 所以就是說 融資 這一些貸款 利息的補貼 也是針對 就是 這個車 就是擁有車的辦 您部長的意思說 都是對車 車的業者產業 沒有個人的申請嗎 有 就是個人的申請 個人申請 那我們也在協調說 這個窗口管道 這樣子才能夠 全民都有 有感的 個人都能夠得到 紓困的一個方式 好不好 跟委員說明一下 其實中間有一些是跟融資 這個貸款公司 有的不是跟銀行 那他可能還是要收 比如說三成 那我們今天做利息補貼 所以我希望部長要了解 各個其他所有運輸業的一個狀況 來實質的來幫助 包括我們看到 就是我們的公路汽車 跟市區的汽車 它就不是預算經費的補助 它是物資的補助 為什麼 它只有物資的補助 這個市內的這個是屬於地方政府 那我們本來就有一些補貼的資助 如果它在營運 在幾層以下 我們就有一個本來公路總局相關的補貼的辦法 所以就可以用那些預算 那因為目前還沒有下降到八層以下 那至於說像國道客運 這個走機場的 我們就一輛車補助三萬塊 目前也在會納入其他的國道客運 部長我要讓你了解的就是說 其他的那個遊覽車部分 或者是小貨車部分 這些他們如果說沒有客人 他可以不用開車 但是這個公路汽車 跟我們逝去的汽車 他就是沒有人 他也要去 謝謝 好 謝謝 高嘉瑜委員 吳其民委員之質詢 均以書面提出 請行政院書面 他附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接著請陳雪森委員質詢 尋答時間為十五分鐘 主席院長 大家午安 有請我們蘇院長 請蘇院長 院長辛苦了齁 喂你好 這次疫情啊 你身負很大的使命跟重任了齁 整個團隊說真的非常辛苦 表現得也可圈可點 謝謝您 我們古時候有人說 天大地大老百姓最大 也就是說老百姓的事 就是我們政府的事 是不是這樣 那我也希望能夠苦民所苦了齁 那最近疫情在發燒 我想電視裡面也報導齁 目前還沒有發現解藥 沒有發現解藥呢 疫情會繼續的發生 春去秋來啊 冬天現在過去 夏天來 繼續這個疫情不斷 所以我評估啊 我想政府團隊也會評估 這個疫情解藥還沒出來啊 會一直下去 所以也就是疫情擴散了齁 我們最近呢 離島啊 各行各業說真的很慘 我們也怕國外回來的確診人數 比如說有一個跑到金門馬祖澎湖去 我們那邊的負壓病房很少 說真的會造成很大的衝擊 所以我也拜託 我們中央疫情中心對離島的部分 如果有發生確診 如何因應這個拜託蘇院長能夠妥善的 幫我們設法處理好不好 好 另外咧 我這兩天啊 坐計程車 碰到一個計程車朋友 他說寧可病死也不要餓死 我說我看到很多人沒戴口罩 怎麼你們也讓他上車 那麼他說沒辦法啊 那當然最近我們政府很快速的 蔡總統之前宣布說 一部計程車補貼他一萬塊錢一個月嘛 那最近呢很快的 五百公升的汽油啊 我去問了一下 大概都已經 計程車朋友都領到了 我想我們的情資會比政府的情資來的迅速 而且確實 而且比較快啦 我想在各行各業面臨衝擊啊 當然我們那邊因為資訊不足 還有很多的特性啊 跟台灣的民情也不太一樣 所以我也拜託各部會 關注我們離島各縣市 對這個部分啊 能夠多聯絡 最近交通部 我不得不替他講個好話 我們航港局速度很快 效率很高 今天報紙就登出來了 第一艘 我們小三通的業者啊 就領到兩百多萬了 領到兩百多萬了 這速度很快啊 像上個禮拜我對民航局提出質詢啊 也就是那個紅外線的測溫椅有沒有 松山機場 它很多入口都沒有啊 那這個乘客上了飛機以後啊 這就問題很大了 所以民航局非常的第二天 大概封閉了幾個入口 就非常的好了 我想另外呢 這個新加坡政府啊 今天很像宣布說 21歲以上的公民 每個人補足一萬兩千塊一個月 可能有排富了 院長知道這個事嗎 對 各國的補助警醒 都不懂 那我只能做建議 因為院長之前說要發 現金可能不可靠嘛 或是發這個購物券也不太好 那現在我也看報紙 我都看報紙來的 很像發明一個什麼券 很像年輕人在玩的 我們年紀稍微大一點了 他們跟我建議說 你不如拿現金給我 你再去換什麼券 又拿到什麼點 還用網路幹什麼 很麻煩很麻煩 我想院長你可以考慮一下 是不是從善如流 既然政府有這樣一個德政啊 我們不如把現金發到口袋去 不管年紀大年紀輕的 都可以很快的 就可以用得到 委員是這樣 我們不是說不能發現金 是說不分平物 通通有獎 通通現金 這樣子的做法 我想排富 比較偷懶 我們現在有準備發現金 發給誰呢 發給需要的 發給弱勢 發給相關特別的情況 所謂弱勢 需要比如中低收入 所謂這個特別的情況 比如老闆發不出薪稅 政府給他補助四成 還有自營 營業主 我們也給相關的這個 一萬塊一個月 這些通通有 這些加起來 一千多億 比以前那個 金融海嘯使 發現金的 那個八百多億還要多了 院長 有了 我想不是錢的問題了 現在是 我們政府不得不 有一些工程能夠停擺 我們就停擺 最重要的就是防疫 跟疏困 現在目前這個事 你要讓老百姓活下去 我今天出去工作 我要冒著生命的危險 為什麼 萬一被傳染了 被確診了怎麼辦 我不出去躲在家裡是比較安全 但是在家裡等死啊 對不對 要有飯吃嘛 這很重要的 所以院長 我想你身為我們全國大家黨 這一些我想院長一定會考慮 而且你也當過縣長 很了解 五一老冬節快到了 清明節假期啊 南部啊 墾丁那邊你看看 真的讓我們很擔心 萬一這樣一個群聚 造成一個大感染 然後 造成一個社區的感染 我們現在還起碼 還可以不戴口罩上街 只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啊 像院長你跟我這樣 我們現在不戴口罩有沒有 目前你打個噴嚏 起碼噴不到我這邊來 還蠻安全的 那你說像美國那樣 真的不曉得敵人在哪裡啊 所以五一老冬節 是不是這些勞工啊 有做分流的一個放假 或者擇日分次來補價 我想整個總體的流量 院長有沒有做一個規劃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 就照原來的沒有變化 那你會不會去做規劃 不過我們緊盯著疫情 萬一我們還是鼓勵民眾 能夠利用連假休息 如果出外 照我們出外的規範指引 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 如果疫情都能夠照這樣 台灣真的是世界上很少有的 能夠正常生活自由活動的國家 我們希望大家都維持這樣 但是最好的 我們不希望疫情嚴重發展 那對於如果在旺假期間一定要出來 希望依照相關規範來運作 不是院長 本期間請問你 如果疫情 嚴重的爆發了 造成社區的感染的時候 到時候你再去阻止都來不及了 我們寧可未雨綢繆 是不是請院長回去聽聽我們醫療專家的建議 不是我的建議 聽聽醫療專家的建議 如果能夠預防 我們就預防嘛 也沒有說五一勞動節全部把人放出去 像清明節那樣到墾丁那樣子玩 我看了我也心進肉跳 不要說醫療人員 醫護人員站在第一線是非常辛苦的 冒著生命的危險 你看看在醫院裡面做這樣的工作 我上次總質詢曾經見醫院長 是不是給他們加一點些許的補貼 加班費等等 委員相關的作業跟規範 我們就是由疫情中心的專家會議 就各種情況定出各種規範指引 但是動作要快啊 就跟剛才講紓困一樣 你說紓困老百姓感覺不到啊 我到現在你看看目前為止 只有計程車它可以加油五百公升 飯店的部分三千萬 這個民宿的部分一千萬 那要經過很榮長的申請手續耶 剛才李玉玲委員也質詢了 有一些信貸已經期滿了不能再貸了 底下銀行的從人員 他們也擔心有責任的問題 所以我想這一點請院長留意一下好不好 委員可能您資料還不知道 光向銀行申請有一些過去比較不合的 現在都經過政府加強相關的協助 通過的就有一千八百多件 已經超過三百億了 謝謝院長 另外就是有關馬祖地區的重大建設工程 因為時間有限了 蔡總統立臨馬祖巡視兩次 很重視我們馬祖有關 我們馬祖的寬海大橋 還有我們這個北竿的機場 馬祖的寬海大橋大概需要 大距離大約120億左右 105年我們連將縣政府提出可行性的評估報告 106年月份總統指示行政院評估 107年行政院核定可行性評估 108年縣政府跟公路總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簽訂了委辦事項 那麼110年也就明年了 建設計畫要核定 大概路線全長4.3公里 發海橋樑長度3.2公里 橋寬15公尺 他是以不等高雙塔協商橋來建設 院長您繼續支持這個案子嗎 對 繼續支持嘛 我想林部長也在這邊 我想有你們的這樣的回答 我們相信很滿意 因為這個關係到 馬祖未來的命運 那麼第二個就是 總統也指示了 北竿機場要擴建 北竿機場從104年10月份 行政院核定了可行性評估 106年12月完成兩階段 航空研究跟評估 107年交通部同意 依航空研究進行綜合規劃 108年11月提出綜合規劃的期末報告 109年啟動環評的工作 110年預定 也就是明年 要建設計畫核定 他跑到大概向南面延伸到1500公尺 請問院長跟部長你們是不是繼續幫我們推動這樣的工作 跟委員說明進度 南北竿大橋現在叫做馬祖大橋 它可以連結南北竿 所以機場只要一個 所以不需要南竿有北竿有 實際上這樣的考量 如果集中在北竿機場把它擴建 那更安全 我想整個對馬祖地區的發展 就能夠把海空運跟陸運都可以結合在一起 所以目前都按照跟委員報告的進度 在進行綜合規劃 這個差不多期中期末階段 另外就是有關於機場擴建 當然也涉及到跟軍方協調 有一些土地的取得 那整個都市計畫 都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想謝謝部長跟院長 給我們的鼓勵 給我們的支持 我想我們交通部非常努力 我們也非常期待這樣的成果 另外提的一件就是 兩家航空公司進駐 我在歷史執行了多少次 最近華航謝董事長 承諾2022年華信進駐 不過他雖然提了 我希望就是說 我們行政院也好 交通部也好 民航局也好 能夠針對中華航空公司 這樣的一個初步的一個規劃 能夠能夠有效的進行管理 我想起碼交通部你要開個會 召集連江縣政府跟民航局 還有中華航空公司 還要跟立龍航空公司 也要聊一聊 我希望2022年能夠順利的進駐 因為過去的官方人數 從一年30萬人 現在已經快接近50萬了 我們很多老百姓 有家歸不得要去台灣去不了 一票難求都要拜託 我們民意要把他買票 所以拜託院長可以不可以 可以 拜託您交代我們交通部 林部長請您協助 找民航局把他做一個控管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有控管以後 我們一切都會按著步驟 順序 按就班的這樣子往下走 你不然現在講了老半天又沒有了 又沒有結果了 這很重要 我想中華航空公司應該是我們 股份很大的一個交通部旗下的一個公司 我想院長也好 部長也好 我這個事情還拜託蔡總統 蔡總統去的時候我還跟他報告這個事情 他說可以研究啊 你看鴻湖現在都是四溪的機場 金門也是四溪的機場 鴻湖金門都好幾家航空公司在飛啊 只有馬祖你看 那個機場啊 院長我弟弟在那邊犧牲了你知道吧 所以你看我現場也幹了八年 立委幹那麼多年了 到現在 馬祖鄉親給我這樣一個重大的任務跟使命 我到現在都還沒辦法完成 我拜託院長能不能成全我的願望 院長這個 每一次委員都為這個事情 為鄉親爭取 我們也很佩服 也政府也用權力 就希望把這個做好 一如委員所要求 謝謝 院長你的健康就是我們的幸福 你好好加油 可以可以 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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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請林俊憲委員質詢 巡答時間為十五分鐘 好 謝謝主席 本席要請我們行政院蘇院長 請蘇院長 還有 在這次的防疫啊 台灣的表現贏得世界的尊重和肯定 在台灣防疫全球戰獄 我看一看大概只有剩下共產黨和國民黨在吐槽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真是巧合 共產黨跟國民黨的立場總是一致 不過防疫工作做得好以外 現在大家見到注意 人民感受到另外一個危機 就是經濟的打擊 所以我們政府歡迎我們很快 推出了一兆零五百億的紓困的一個方案 這其中我們有看到 今天在野黨的委員 一直在攻擊那個所謂的酷碰券 經濟部推這個酷碰券 在野黨為什麼一直專注在這一點上面 確實民間的反應不好 我想這點行政院要很謹慎的去考量 但是為什麼經濟部之前推出的振興券 庫碰券 為什麼都是推出這種東西 就是被有民眾有感 其實就是希望能夠讓更多的人 直接可以感受到政府幫忙你 這個所謂的紓困方案裡面 那其實啦 民眾在最近又開始收到稅單 民眾你知道嗎 四月收到白教稅 五月就是所得稅 那麼政府有沒有考量來做減稅 讓民眾 幾乎大多數的民眾都會感受到 而且啊 這樣的執行效率恐怕也最快 政府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考量 謝謝委員肯定跟關心 那政府對於這一次 整個疫情讓民眾受到衝擊以後 希望盡量減少民眾的負擔 走出困境 所以相關的作業方法 對於政府能夠用補貼的方式 用補助的方式等等來做 至於稅的方式 財政部有相關的這些規劃 如果是地方稅 我們盡量不要去動 而是用補貼的方式等等 所以相關的稅務 跟相關的作業方式 財政部都有公布 委員如果覺得 哪個地方做的還不夠 隨時指教 一定是這樣 一般跟個人 跟民眾最有關係的是 五月的所得稅 人所得稅 現在已經到了 民眾現在有能力 在五月在繳稅 我想多多少少 很多人他的收入會受到影響 或者是說政府在考量到 未來經濟的一個打擊面 希望能夠幫忙民眾 我們有大概花了九千億在幫忙企業 大概只有一千億 是花在人民的身上 如果讓大家的感受最直接 我希望政府可以考量 你在五月要求所得稅的時候 是不是考量來做減稅的工作 委員我是完整說明一下就是 如果這個時候這個報稅是可以退稅 立刻退稅有五百億 這個是人民最需要 如果你全部延 這個退稅不能辦的話 這個五百億不能實現比較可惜 第二 如果你繳稅有困難 只要延長可以申請延緩一年 或分36期 目前的作業是這樣 對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大家就感受到 比如說他的特別扣除額 現在是一個特別的狀況期間 或者是說他的繳稅 我們在想辦法退稅給他 對 就是現在可以退稅達五百億 所以這一次就是要讓人民能夠 馬上有這個退稅五百億 我希望政府再把五月份 五月份那個個人所得稅的減稅 或者退稅的方式 能夠再說明更清楚 昨天就有說明 但另外財政部也有公佈 那委員如果隨時你有認為 哪一個地方還不足 請隨時指教 讓財政部這邊隨時來配合 好 理事局院長 另外 在一兆零五百億的紓困方案裡面 院長 並沒有包含到 我們基層的醫師人員 你長知道嗎 這一個五百億裡面 完全沒有包括到 我們的醫師人員 尤其是基層的醫護 院長 我們台灣大概有五萬個醫生 大概三萬五千位 都是在大醫院服務 基層的診所 社區醫院 大概一萬五千位醫生 但是門診有百分之七十 都是在基層的院所 也就是說 這一萬五千位醫生 在這裡有百分之七十個門診 那在現階段 第一個 大家知道 看診的壓力非常大 所以台灣的防疫成功 基本上也是我們過去 台灣的醫療水準非常高 那很多國家 他疫情慘重 就是因為他的醫療體系崩潰 所以醫療體系的維護 對我們非常重要 尤其現在進行到現在 他們壓力非常巨大 目前我們對他們的獎勵或補助 其實包括你所提出來的紓固方案裡面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照顧到醫護人員 這點我要在這裡跟你討論 我們現在我們發現 有這樣的醫護人員 是只有在 向醫學中心照顧確診患者 我們現在確診患者大概三百多位 然後在第一線執行 這種所謂的照料他們的醫護人員 有防治津貼 就是我們大家知道的一天一萬塊 一到一萬塊 但是對於其他的 其他的醫事人員 除了大醫院 我也便宜自己看 那是醫院自己發了一些津貼以外 趁我到目前為止 對於基層院所 還沒有提出任何的一個獎勵補助 津貼都沒有 只有一點 我曾經開過記者會也邀請健保署來 就是說因為他們現在 醫事人員的壓力大 然後門診 他的數量也會減少 收入也會減少 那麼是不是今年 他們的健保點數就比照去年 大概只有這一點以外 其他沒有再提出任何的一個獎勵補助津貼 我再舉個例子 院長 新加坡建物 新加坡在二月底的時候 他政府就宣布公務人員減薪了 說得跟母人員減薪一個月 但是同時立刻 所有的醫事人員 加薪 跟他一倍 他知道說這個醫護人員非常重要 所以新加坡政府是馬上給他們加薪加一倍 但我們到現在為止 這一點 不可以遺漏掉 這是很辛苦的人 他們看診的壓力 這個是可以說是 但是面對的那種威脅緊張風險 是特別大 那我跟我們台南市醫師公會 我討論過 我把你們希望政府 可以跟大家倒閃閃閃閃 他們大概有提出幾點 第一個 像診所醫生 我們以前的 這個基層院所的醫生 我們在計算他們的所得 叫做執行業務所得 因為醫生是基層院所是沒有雇主的 醫生是自己是老闆 過去他的成本是我們政府直接認定 我們就認定他的成本是20% 也就是說他的利潤是20% 政府80% 利潤20% 我們希望政府在這次 我們政府不必另外再掏錢出來 政府不用再另外變錢出來 因為你現在裡面已經沒有變到 我們就直接把他們的業務成本 政府任列提高5% 由80%變85% 你把他的成本增加5% 他等於無形中讓他的毛利增加5% 用這樣做為一種間接的補貼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像那個 如果是大醫院的醫生 這大概有三萬多位 現在大醫院都是自己 自己發津貼補助 每個醫院發的都不一樣 大便醫 比較有錢人發 大家看多少不知道 各個醫院民間跟公民的又不一樣 這個部分 是不是政府也要有一定的一個考量 委員 這樣 你說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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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藥局在 健保藥局在執行業務所的時候 他的先分 我們今天沒有補貼了 因為你已經沒有編列在裡面 那我們就另外用間接補貼 就是你拉高他的成本 政府韌列他的成本 給他多韌列2% 由94%變回96% 這是我跟幾個 一介人士所討論出來的 所以台灣的五萬個醫生 輸15萬個給輸 你再加 有輸 再加 檢驗輸 大概有40萬的醫師從業人員 不應該獨漏於所謂的紓困方案裡面 委員 委員 可能你除了不知道有這部分 就是我表示三點 第一 對於這一次的疫情 在第一線 無論他是在地方診所 或者醫院裡面的每一位醫護人員 我們表示最大的敬意跟感謝 他們能夠在這個疫情緊急 能夠生鮮事足照顧 民眾控制疫情 是最大的幫忙 表示敬意跟感謝 第二 委員說 好像紓困沒有照顧他照顧 有 這一次對於地方診所 或者醫師人員 從業人員 相關如果有 跟去年比 這個收入減少15% 30% 都認為是營運困難 都有相關的屬於紓困 第三 對於這個 參與防疫 給於津貼等等 還給於免稅 這一方面 細節 我不是那麼清楚 我們這個衛務部 有相關的公布 這一點 像我這是跟我們台南市的藝術公會 所討論的 公會的醫生 他們都沒有感受到 也沒有找到 在紓困方案裡面 對他們有幫忙 但是你剛剛提的那個 健保點數 比照去年那個有 那個我們 我們曾經跟健保署 開會討論過 因為醫生在這段期間 那業務所得也會降低 政府會報告超過年 我剛才說 你如果收入所得 就是說 營業比去年少 15% 30% 相關的級數 都認為是營運困難 都是屬於要紓困的 另外還有包括 藥的部分 藥師的部分 我大概就說 藥師的部分 你把他的成本 那些政府直接認列 你把他的成本 說多認列個2% 等於他的收入就多2% 這個部分 希望院長回去指示衛務部 請他們在 不能獨漏於我們對於 所謂基層 醫事人員的一個照料 那個委員知道 現在我們每天都有 這個紓困的相關 對國人同胞報告 昨天是貸款銀行 這些部分 今天是對於勞工 等等部分 每天都會有 我們公政府委員 他每天都有出來報告 現在每天都有 這一點也有你看 再來院長 這邊 這五萬肺炎的疫情 可以說是讓全球都非常的震驚 台灣表現好 真的是不簡單 那其中我們表演的好 有很多原因 就是我們有提前部署 超前部署 我希望我們能夠記取這一次的教訓 我們應該要盤點 哪些是國安物資 你看美國現在啟動了國防生產法 它強制徵收民間資源 去借責它需要的東西 但是有的東西 像口罩 美國根本沒有工廠 沒有機器 它再多錢也沒有用 它還是只能到國外去買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應該要利用這篇 我們要盤點出哪些是必要的國安物資 這次疫情什麼時候會結束不知道 不確定 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 絕對會有下一次的挑戰 一定會後一遍的挑戰 所以呢 美國都有這樣的國防生產法 台灣面對的威脅更大 我們台灣面對的危險非常大 你看 我們有很多的供應鏈 我們應該要有自己的所謂國安生產法 美國都有類似的法律 台灣面對的威脅更大 我們目前啊 並沒有這樣的一個法 也就是說 未來再面對下一次挑戰 那你應該就要做好準備 我希望我們能夠盤點了相關的國安物資 不關於口罩啦 藥物啦 像我們的藥啊 我們很多的藥 它原料其實根本都是在中國 那很容易斷 很容易就斷 或者是一些防護醫藥 醫療器材等等 另外 就確保我們國內有一定的產 所以是不是 希望啊 政府啦 能夠比照 像美國這樣 國防生產法 我們應該定出自己 我們國家 有面對這麼樣的一種威脅挑戰 我們不能沒有相關的法案 法律 更不能沒有相關的準備 這樣好不好 委員你說會比較有力 就是 現在這個叫做 戰備物資啦 這次 我們就覺得 比如 台灣本來口罩 也是都靠中國進口 每年4億多片 現在 我們覺得 不能用這種最低價 都中國買的 我們要維持 我們一定戰備物資 所以其他的相關物資 也是一樣 委員講的這個 政府已經 開始 就這一方面 我們已經在做 好 謝謝院長 謝謝 如果法律不足 我們應該要完成立法 好 好 謝謝 謝謝 接著請審發會委員 質詢 尋答時間為15分鐘 主席 這個 各位 這個 我想這段時間 這個 我們整個全國在這樣子的 這個防疫的工作上面 我們看到我們行政團隊的努力了 那也得到 國人以及國際的高度肯定 那我們所有的這些行政團隊 大家都非常辛苦 尤其我們蘇院長 這個 白天要在立法院站在這邊罰站 回去要批公文 還要再開防疫會議 等等這個 非常辛苦 所以我原本今天是有些問題 希望跟蘇院長請教 不過 我想這15分鐘 蘇院長你就休息一下 沒關係 最後可能最後一分鐘 請蘇院長來做政策的宣示 這樣好不好 好 蘇院長你請休息一下 那這個 我首先就 要請我們這個林家庞部長 我這個 沒有辦法 我知道你也很辛苦 但是我們這個選民有所托付 請加東部林部長 林部長你好 好 委員好 這個首先 我在詢問這個地方的交通議題之前 我先問一個這個大家 這兩天 我們這個很多很多的這個民眾 跟我們反應 要跟部長請教一下 因為部長這個 這個我們交通部主管觀光業務 這個我們在這次清零連假 我們中央防疫指揮中心 發出這個 這個警告的簡訊 在 在 挑選了11個熱門的地點 發出這個簡訊 那我們交通部是主管觀光的 這個 這個部門 請問一下這個 這個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發佈這樣子的 檢訊之前 是不是有跟我們交通部 有曾經會商過 呃 沒有 沒有嘛 那這個是 那據你所知 這11個熱門的這個 這個景點 是怎麼挑出來的 觀光景點怎麼挑出來的 呃 那 以我們交通部 比如說我們主管的 呃 13個國家風景區 跟 呃 25個 觀光遊樂區 我們都有在監控 呃 相關的車流 停車場 那 也顯示其實 並沒有大量的增加 甚至上是降低非常多啦 降低非常多 嘿 所以 意思就是說這個 其實 那天的人潮是可以預期的 你的意思是這樣 就跟過去你說沒有降低 事實上 沒有增加 事實上這個人潮是降低的 所以其實是可以預期的 呃 以住房率來講 齁 稍微比較增加的 大概都是一些比較偏遠 比如當然墾丁 齁 花東地區 對 另外當然像 這個我知道啦 跟清靜 那至於其他的風景區其實 呃 住房率還是很低 所以 所以其實 其實 有一些狀況是可以預期的 我講部長這個 這個大家都辛苦啦 也沒有說要指責誰啦 我意思是說 像這樣子是可以預期的狀況 結果我們在 當下 我們在事前沒有對這件事情有所研判 我們也沒有因應 到當場我們認為人潮已經超過我們的預期 但是其實我這樣聽起來 預期 這個人潮 要 似乎在預期之中啊 呃 我跟委員先說明一下 首先為什麼我們在4月1號 就對大眾運輸 包括雙鐵跟所有的 客運啊 都進行要 帶口道量體溫 就是在 預期到大量的 車流跟人潮 那往南是因為去掃墓 記住 但是有一些人呢 可能覺得 不去那個地方 後來就去稍微去走走 就整體的人數來講 是比去年降低啊 至少是五成 就是 之下啦 那特定的地方 比如說你想墾丁 墾丁會接上 他也沒有人車分流 所以你會感覺到 人潮很多 可就總量來講 其實 整個人數 是 部長我了解了 我了解了 那我 我只是希望啦 這個因為我們這次 這樣子無預警的 在 人潮超過一定的量之後 無預警的發出 這樣子的 警告簡訊之後 導致接下來曾經 在當時有在現場的這些民眾 他必須要 這個居家辦公 以及採取後續的種種措施 這都是在沒有 在 在大家 不在大家的預期之中 所以這樣子的狀況 造成一些 確實很多民眾的困擾 不過 我相信大部分的民眾 還是都以防疫 為優先啦 都可以體諒說 這樣子的狀況 但是 我希望說 我們這樣子的 像這種 如果是我們可以預期 事先可以研判 的狀況的話 我們應該事先 予以國人警告 或者是在 觀光區 我們就應該事先 要求大家在 熱門的觀光區景點 必須在 在街上走 也必須要 佩戴口罩 像這種都應該事先做啦 不過 我想這個 畢竟 這個 不只是你啦 大家都是第一次啦 全部人都是第一次 遇到這種 世紀的 這個疫情 我想 這部分我們大家 邊走邊檢討 大家彼此 互相切磋啦 那這個 我接下來 我要 我要 請問一下這個 這個議題 因為我們 許多的 這個細紙的 鄉親在關心 這是有關我們的 這個 基隆的輕軌 的這個問題 這問題 我想在 在這個 三年前 兩年多前 在二零 三年前 二零一七年的時候 我們 蔡總統那時候宣布說 我們基隆要新建輕軌 二零一七年三月 好 我想這個 這個 我 來 這個 放一下 這個 我們其實 過去 我想這個 蘇院長很清楚 我們台 我們過去 在大台北的捷運系統 規劃的時候 我們 為什麼細紙的捷運 一直到現在為止 落後在所有 新北市的鄉鎮之後 很大的一個原因是 因為 在當初有一個政策 說我們要 用台鐵 來 台鐵來捷運化 把台鐵 做到 做到捷運的地步 那就可以取代 這個捷運 那也那時候也說 因為捷運的資源有限 因此所有的大台北地區的捷運 建設以這個沒有台鐵的鄉鎮市為優先 所以 這個細紙就被排到最後面 那到後面 原本的 最早的規劃的南港線東延 也沒有了 後來再重新規劃這個民生細紙線 那民生細紙線之後 在2017年總統宣布的這一條 基隆輕軌 事實上它勢必 而且現在也是經過 經過我們細紙 它如果能夠順利 我想它也能夠負擔起一定的 這個細紙的捷運功能 因此許多細紙相近也相當期待 那我想 我們這個 這個 台鐵 事實上過去按照我們的統計 從2009年到2019年 我們台鐵 在無睹 無睹的細紙的無睹 一直到南港之間 它的這個乘客 上車的人數 上車的人數 總共成長了44% 10年之間成長了333萬人 333萬人次 你看我們10年之間增加333萬人次 這個是整個台鐵 從南港到基隆之間的區間 我們的這個這個成長 成長率 我們看到細紙 就細紙段 從無睹開始 無睹細紙細科 這三戰 就成長了333萬人 10年的時間 可見 這個 這個 目前整個細紙的公共運輸 往台北的公共運輸 其實大部分依賴台鐵 而台鐵捷運化 從那時候提出的捷運化到現在 事實上 所謂台鐵捷運化 並沒有滿足 細紙人的通勤需求 這個我想 這個部長應該很清楚了 你在台中市長任內 你也提出了所謂的 台中的三手線 所以你應該很清楚 日本東京 大家所謂捷運化 它的三手線 它的中央線 它的總武線 那種做到捷運化的程度 當初畫給細紙人的大餅 就是說 我們未來台鐵 要做成 做成像 三手線這樣子的便利 結果到現在 大家細紙人坐車到台北 還是得看時刻表 他沒有辦法說我到站 等個三分鐘 五分鐘就一班 所以 因此 這個 這個 基隆的輕軌 事實上 細紙的民眾 一方面也是期待 那一方面 我利用這個機會 要部長 跟大家宣示 說明清楚 也有很多 細紙市民 他們 不瞭解 他們擔心 是不是我們的 這個 基隆的輕軌建設 因為 細紙有了基隆輕軌的建設 使得 會排擠 我們民生細紙線的建設 這部分是不是請部長說明一下 這不必然排擠 民生細紙線 其實可行性評估通過很久 遇到困難 那現在台北跟新北 兩位市長 對這條線有不一樣的看法 可是呢 從基隆輕軌 一直到 不管是延伸到 從細紙到南港 他 也應該併入 細紙這一段 來做規劃 也就是轉成 所以呢 我們現在一方面 讓未來的高鐵 就不走原來北宜直鐵 就是那個選項 部長 你先跟大家講清楚 基隆輕軌 是不是會排擠民生細紙線 還是兩個字沒有關聯 應該說基隆輕軌 一定要把細紙跟南港 這個整個大陸考量 來做整個轉成 但是不是要走原來的細紙民生線的路線 還是會做一些修正 部長 這個我是第一次聽到喔 我第一次聽到說我們基隆輕軌 是因為基隆輕軌 蓋了基隆輕軌 我們會來修正民生細紙線 這是我是真的是第一次聽到 過去我聽到的 包括現在雙北市市政府 他們都認為這個 我們基隆輕軌 它跟民生細紙線是兩件事情 它的運輸的路廊也不一樣 一邊是社後東湖 社後內湖 東湖內湖 一邊是 基隆細紙南港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路廊 這兩條我今天第一次聽到說 會因為基隆輕軌 去修改民生細紙線喔 我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基隆輕軌進到南港的時候 它要怎麼樣去轉成 一定要做整體的考量 那細紙銘先生遲遲沒有辦法 解決一些問題嘛 包括一些地方不同的意見 那因此基隆輕軌 已經可行性研究過了 也要綜合規劃環評要動工了 這個時候怎麼就周邊的路廊做規劃 來紓解這裡面的交通瓶頸 對啦 紓解交通瓶頸是最大的重點啦 那這兩個彼此互相並不排擠 因為他的路廊並不一樣 原本我是希望說 能夠讓部長來澄清 讓人民沒有疑慮 結果你這樣越講 大家越有疑慮耶 因為就是雙北的市長 他們意見不一樣 然後這個細紙民生線 也遲遲沒辦法突破 這時候基隆輕軌 已經要做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考量 那基隆輕軌的效果 那現在我來跟你談基隆輕軌啦 是 基隆輕軌的時候 那時候 2017年 包括蔡總統那時候宣布的 以及那時候我們的鐵道局 所發布的新聞稿 說我們基隆輕軌 基隆輕軌 預計2022年通車 兩年後通車 今年2020了耶 你要不要說明一下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延檔 讓市民大家了解 要不然大家覺得說 怎麼 那時候說2022年會通車 現在2020的說 怎麼以為兩年後要通車啦 是不是請部長說明一下為什麼會延檔成這樣子 這個 基隆輕軌 就是去年通過可行性研究 那因此差不多要啟動整個綜合規劃 跟相關的 我跟你講當年齁 2017年你們鐵道局發布的新聞稿 表示2017年12月底可以完成可行性研究 結果我們事實上可行性研究是在2019年 去年4月才完成對不對 對 跟原本宣稱的延檔了兩年對不對 為什麼 要跟大家說明啦 不是說對錯 要跟大家說明 因為那個路廊的問題齁 因為這個地方要兼顧台鐵 又要兼顧基隆輕軌 還要兼顧客運跟貨運 所以它確實會產生 如果要佔用台鐵的軌 那會影響台鐵原來的整個運量 那既然這樣子 為什麼當初我們交通部 會去跟總統提出這個所謂Train Jam 為什麼當初會說沒問題 現在變成大有問題 那一種是比較會產生一個淨和關係 我們希望說如果能夠做更完整的規劃 讓未來齁 不只是吸容輕軌 讓台鐵的運能也能夠維持 而不是把它佔了一條軌 來做輕軌 然後讓台鐵未來的客貨運 未來產生 這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不好的影響 因為時間關係 你能不能現在在這邊講說 按照現在 我們到去年 這個2019年4月才通過可行性評估 那麼按照目前 如果一切順利 環評什麼時候完成 什麼時候動工 什麼時候完工通車 幾年 預計 預計就好了 因為現在在進行中規 那這個部分我們當然也是要再了解 因為我現在也沒辦法跟你講一個 部長我算給你看 這是你們現在的預估 你們2019年9月啟動綜合規劃 你們到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到2021年 2023年最快最快一切順利 2023年可以開始動工 最快最快一切順利 2028年10月 這我都完全按照你們的可行性評估的月份去計算了 也是一切順利的話 2028年才可以通車 小弟我1998年當選台北縣議員 到現在 到2028年正好30年 我那一年我提出的 好 謝謝 接著請陳超明委員質詢 尋答時間為15分鐘 來 主席 司院長 稍微累積的官員 大家好 首先有請司院長跟林部長 請司院長 交通部林部長 司院長 林部長好 委員你好 秀先生 我來感謝我們司院長跟林部長對苗栗交通的支持 因為交通是地方發展的基礎 交通好 苗栗就更好 那選舉前 院長也特地到了造橋 也答應了三件非常重要的地方建設 但是您也了解到苗栗縣財政的困難 稍微免配合款 然後林部長又在您指示之下 去參加了台六十一線西濱快市院裡交流到這個案子 也答應了免配合款 也解決了地方財政跟地方建設的一個困難 在此我特別的感謝 林部長 你去看院裡交流到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現在請到那裡 公路改善了一個 算到快市公路之內 你這趕快幫我請你 聽說我現在就在家裡 這樣好不好 好 不要啦 公老都沒有關係啦 好不好 趕快把它完成 好 你們都常常為了某些功能常常討厭债 在此我感謝幾感謝 所謂長你太厲害了 我永遠的懷著對你感恩之心 你選擇這樣給我母親 我給我名字 沒有啦 你也屌啊 你屈臭手 要給我下毒手 我雙腳 那我雙腳 我雙腳 你看看 我雙腳 那兩天我本來跳很高的 你母親就給我名字 你假的很出名 你 這個出名我不敢 講你 為地方爭取要有才賣 我再次不要再擠水球丟三面紋 那是監督 沒有要緊 監督沒有要緊 不要丟水球 我跟各位親董的作法 在我們剛才不要誰誰閃誰誰誰 大家互相都了解在 好嗎 但是我永遠非常感謝你 因為這幾件我是講真的話 合理選這個國民黨的擔心 所以我今天你的主題 我叫做忍辱負重 只要為苗栗好就好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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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沒有啦 你這樣把我扶掉 我會損到後面 我會損到後面 你這樣 沒有啦 你只剩下而已 你為地可以爭取 一半沒有千歲九三要問 謝謝你 謝謝你 對 我選中了 不知道我剛才你找到我了 你看我選中了 我還四年 四年我還有六項建設 我希望我能來完成 我榮然保持以往之心 把我照明了 跟部長又繼續跟我們一起 不能再撐水球三面粉喔 看你那個機會我不知道多少 大概這個機會很少 這幾個你都要跟我廢坎喔 我每一任每一任都有一個目標 再要完成的目標 這要特別拜託一下 這樣好不好 好 感謝市院長 你贏兜燈的效果啦 我看你很痛 我看你很痛 我看你這樣 我看你很痛 你聽起來就好 你太厲害了 你站在那裡跟你拚不拚 那我第二個主題 是關於通宵城北城城高鐵 瞬間噪音 音爆損害賠償案的一個問題 啊 部長你知道嗎 廟關很重 因為我們第三環坡 秋林多 占全線的八十二點七 所以你們在開那個高市鐵路過 那蓬坑改革就在我廟裡開 我希望你了解 那蓬坡的幾分鐘 轟轟轟 我相信你經常坐高鐵 有這個感覺 你做立委 那廢車裡面兩台車的震動 出來的聲音很大 所以在這裡 讓我們主要放空間有村民的時候 聚集的地方 裡面的人都市民 那五月門火都放不去 啊 大家齁都睡不好覺 所以在那邊的冰車 可以說 一人一天一包安民藥 那你的感受怎麼樣 大家委員報告 鄉親有這個感覺 因為是真實的嘛 我們都聽到 那就過去按照標準都不會過 那在這裡打官司 高鐵也贏了 沒有沒有 我現在說你 好 你現在怎麼打官司的 但是我現在一項問題 要向你提醒 我們台鐵公司 因為你沒有幫我做的隔音牆 結果他們去車 環保史公愛 糾紛裁決委員會 去裁決 裁決亂 高鐵公司 必須針對 因報所造成的影響 對居民進行精神損害賠償 這是國內 我們可以說 瞬間噪音 裡面判出來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的法庭是這個問題 我覺得很奇怪 高鐵的噪音 是用一般公路的噪音機來評定的 那這個死鬼聲音也大到 法庭都沒有改 我還要幫你收這個法 但是這已經發生了 因為瞬間的噪音非常的嚴重 對 你們還要求 高鐵特輯裡面 那些車子賣的高鐵站裡面有隔音牆 我山東的經驗 居民住的地方沒有隔音牆 那你看高鐵特輯的地價長 人又多 都好條件都可以 那我的鎮腳 你不給我看作笑的嗎 你不覺得我們這個鎮腳 都紅紅和你們好片嗎 你每天在坐高鐵 我都知道 所以這個問題要好好的研討啦 我處理這個事情很久的 聽說公文也送到你那裡 我處理要我半年一年 我都知道我們高中做公文送到哪裡 他實在有夠厲害 我沒有超好清楚 我就是有追蹤的精神 不然我被市院長真的搞倒到咧 那是我有打拚咧 我想說總是啦 鄉親有這個感受噪音 那我們當然也兼顧法理情 所以我們當然也請高鐵 盡可能能夠做一些 減少噪音的措施 這樣啦 我這個事情要差不多八個月 很耐心的溝通 高鐵啊 你也要知道 這個是關鍋 你們現在很大部分 這個是環保室 判他是要輸的 但是法院 百姓是輸的 那個地方你知道嗎 我們民進黨 蔡英文營票最多的地方 所以大家一直說這個公道要來討論 我希望你要有大氣泡 有關心 我大家協調好了 可能都要清洗到你那裡 你現在他們要求的條例 高鐵公司負擔四松級鑑定的費用 還有地方要求有條件 架設隔音牆 但是這裡面只有一個 高鐵公司就是那個噪音法裡面 用一般公路的噪音法 在來做高鐵的噪音法 背線怎麼會好嘛 所以這點要好啊 給我解決的 你們還有民進黨的委員 我處了八個月還跑去處理 我也想不到要處理 大家來處理 聽說國民原則上會送到你那裡去 你要怎麼來處理這個事情 現在議長在那裡聽 不然你們就幫我揮揭一下 那是我們老闆的 那在中間找到一個 也能夠讓鄉親感覺到有誠意 的努力 來減少噪音 你老闆是好選人這個問題 好處理的 大家都會給你感謝 好嗎 你要下去就先了解一下 是好 你看那個 從那個山洞來 隧道裡面出的聲音也大 那鑽動的聲音呢 是 二、三十分鐘就一遍 你們當時都沒有這個感覺 坐高鐵很爽的 我希望好好處理這個問題好不好 好 院長在這邊聽 他會交代民事長 都讓你賣假的 對啦 你建議的 我們都會很認真來講 真的 真的這樣跟唐國 不是只說我好聽的 好 第三個 關於台六十一線西濱快速公路沿線 設施休息站這個案 關於這個 這個西濱快速公路 裡面 設置休息站 我說的休息站就像高速公路的那個 關於休息站 要漂亮 裡面的內容要豐富 您可以看山規的地方 藉以來提高 這個西濱快速的道路裡面 沿途的鄉鎮 觀光的監督 還會帶動地方的創生機會 你更重要的 你還在天下雜誌 國文廟的關於西濱快速道路時 台灣限界四眼 也能說世界限界四眼 你說要做吹海風的路 你厲害 這學後開始 很成功 這名字聽到就很好 很舒服的感覺 所以 我在這裡 我要向你建議 廟內關幾個地方 用一個新的觀念 就是在竹蘭龍鳳遺港 跟燕里的遺港 那剛才我們的西濱快速的交流道路 剛才兩分鐘就到了 所以在這裡 我希望說我們的交通部 和我們的國外會 可以向地方創生 來做一個像城林高市公路的休息站 這樣進行出來 因為它有附地 還有極限的消費 平常人就很多 所以在這裡 不要希望我們的交通部 你的想法都很創新 不要說一個構想 都聽一下雜誌發表的 讓大家有所期待 要有構想 要有做法 不管說你的想法做出來 都沒有做法 這個很重要 這個可以改變地方整個的 地方發展的經濟結構 會跟著改變起來 真的地方創生 跟你們這樣來結合 你對這個建議怎麼 你有什麼構想 想要早期會議 把你們合調 做一個大四顆出來 讓百姓覺得民進黨的執政是有效力 有感的 是 這有一點很重要 如果 你斜邊的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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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 你馬虎馬虎馬虎 不會啊 這是這樣 我跟委員報告 西濱快速公路就是台六十一線 是很難得 在南北縱向的 從國一國三之外 一條三百公里 其實是可以把它結合地方創生 那也滿足這一個旅客的需求 所以我們過去當然這是公路總局管的不是高公局管 所以他並沒有去規劃周邊的服務區或休息站 但是我們基於人本交通 所以我有請公路總局開始進行研究規劃 可是在交流到上下的一個範圍內 那土地怎麼取得 因為有涉及到公的或私有的地 還是說怎麼鼓勵民間 他可以來投資這樣的一個休息站服務區 你有過想喔 我建議一下 我們苗栗的榮鳳漁港 跟燕尼的漁港裡面 剛好交流到下去大概三到五分鐘 那腹地很大 集客力很強 你去幫我做一下這樣 我們讓地方創生 變成一個新的 跟委員再說一下 目前喔 我們公路總局有挑選十三個這樣的一個地點 就是從北到南 那再進行評估 那委員的建議我們也會納入來參考 那我要找什麼人來討論這個事情 就是你們的國公局 應該是公路總局 公路總局 公路總局 對 你都要集集喔 我要兩個地方來 政策方向是我在推動 但是具體的地點 我還請索衣長下去 你下去幫我看看 可惜啦 就是這個土地的使用 另外就是一些建設 我敢提出來就這堆能克服 因為我很關心這樣也有問題 你全力給我支持 前省的話先以這兩個地方當委示範點 好吧 是苗栗縣不是民進黨執政的 你就把我放在那裡 沒有啦 新竹以南高度需求啦 其實十個縣市喔 在台六十一縣 尤其是從新竹以南幾乎都有需要 新竹以南的話 除了香山最漂亮的在苗栗旦 它的保安林地保持得最好啦 你親自跟我走一下 你就覺得這地方好得很可愛啦 好不好 好 那時間你拖禮那麼久 我再拜託兩天很簡單 那個報告院長 我希望你用前瞻計畫 把縣市道路的危險瓶領路段 可以去改善 因為當時的大概都沒問題 但是增加縣市道路有的財政困難 那些道路有時候車這樣撞到很避險 還是結彎起子 這一點好好在前瞻計畫裡面提出來 我相信 那個鄉親會有改 因為這條一直沒人在說 你們現在做的大價位 像那時候那個審委員在講 我看他一個價位就幾百億了 你如果我那一百億給廟裡的關 那大行就做得好好地 花小錢做大事情 這點就好不 您前瞻計畫稍推出來 我們來評估 好 什麼評估 有啊 你後來跟我鎮腳走一走 我給你看你帶幾條路 你就知道我們通告在台中 給你 我給你 給你 你的手 可以 是 我給你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谢谢 接着请许淑华委员咨询 寻答时间为30分钟 谢谢主席 麻烦主席有请苏院长以及林部长 警示院长交通部林部长 院长好 这次呢因为我们受到这个新冠肺炎的影响 所以全球的这个景气明显都是有减缓 包括整个消费的动能也都慢慢的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所以呢我想呢 每一个国家都提出了很多不同的一些财政的一个政策 希望呢可以来减缓这个疫情的一个方案 那我想呢 这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肺炎呢 也全球几乎很多都是陆陆续续的关闭他们的国境 那所以呢我想对我们台湾来讲呢 我们的观光产业一直是我们这几年非常努力的目标 所以相对的对我们的观光产业影响也很大 所以我想在这里呢 我们都希望说这个疫情的爆发 不要成为最后压倒我们在这个观光的这个推动上面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前几年确实受到了陆克的影响 我们也有做了几次几波的一个反应 但是呢因为这个疫情的扩大 所以我想在这里呢 我们不分这个朝野 我们都希望共同来做好防疫 特别怎么样把我们的观光来做个提升 那我想在这里呢要跟院长这边来做个探讨 就是说我们在3月13号 我们有三读通过了600亿的这个纾困的一个这个我们的预算 那么现在呢我们几乎大概是 我看到行政院目前我们打算公布的一个2.0的方案 就是会再加1500亿 针对特别预算的部分没有错嘛 好那现在呢因为我们三读之后呢 有部分的已经开始上路了 比方说人才培训的部分 还有贷款的展颜等等的措施 但还有一些还没有实施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这边要跟院长跟部长讨论是 我们如何好好的检视第一阶段 我们才能够在第二阶段的时候 也能够适时的去内容做一些调整 避免资源浪费 那我现在呢跟院长这边大家来探讨一下 因为这次呢这个冠状病毒 它所扩解的区域 还有它的这个时间都比SARS来的长 所以相对性的它的影响也很重 如果我们从这个图表来看的话 今年我们举例 从今年的2月 从两岸还有港澳的航线 平均的载客数量 这个是在比疫情爆发之前呢 是减少了90%以上 就是大概在一层而已 这比例是相当可怕的 那计程车的客运量呢 又比日常的这个运量减少了30% 那么我们的这个游览车呢 就是它的这个出车量呢 跟童年相比较也下滑了17点多 所以呢这整个的疫情的延烧 我知道部长我们在委员会探讨过的时候 你一直也提到就是当很多疫情一结束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V型的反弹 但是这个因为它疫情一拉长到多久 现在何时会出现这个V型的反弹 很难讲 我觉得不是那么的乐观 但是我想我们从这个图表上面可以看到 就是在我们整个台湾的观光产值里头呢 我们的餐饮业 是在整个的观光GDP里头 包括它的员工数都占了五成左右 是最高的 那么旅行业者还有住宿服务业 航空运输业 汽车租任业 这个加起来大概是在五成左右 所以一旦如果我们的国内外的旅客 它停止了这些的旅游活动 这个当然对我们冲击就很大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这个 就这几项当中 我们来跟院长跟部长来做个研究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呢 因为路客的影响 先前我们观光旅客的住用率 这些的数字你可以看到 一直不断的持续在下降 那么一般旅馆的住用率 从2016年开始已经跌破了50%的大关 那么2019年呢 这每一年的数字可以看到 2019年我们交通部也推出了不同的一些暖冬 等等的计划 所以让我们的这个住用率有提升 但是我们都知道补助它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那所以根据我们这个旅保协会它评估的 今年度在上半年度可能会有500家的旅行业者 会面临到停业的状况 如果这个疫情到下半年度还没有减缓的话 这个损失会更加的惨重 所以呢我想在这里呢 我要跟这个部长这边来跟院长看一下 我们这次呢原本的这个既有的方案1.0啦 我们就称为1.0的一个补助的计划 内容是包含这些 那这些的计划里头呢 目前因为第五项跟第六项 它是属于在第二阶段的计划 部长没有错吧 没有错 第五项在第一阶段也就会开始推动 第六项也是 第六项现在已经有开始在 已经在第一阶段有做调整吗 据我了解 第五项是第一阶段就有编列预算 第六项是有纳入纾困2.0 因为据我们跟同仁这边了解的是 目前只有前四项有在运作 因为后面的你还没有开始讨论嘛 所以没有正确的一个时间 但是因为部长我先曾在委员会跟你讨论过 因为我们的观光业者在银行的部分 本身他对观光业者他愿意去承担的 愿意去贷款给他的机会本来就不高 所以后来我们有拿了我们的观光发展机具去做保嘛 但是就是说现在因为我们有听到 现在有很多的立委这边也接到业者的陈情 就是说他希望业者来跟银行开协调会 他才能够顺利去贷款 那我愿早的意思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的标准他必须要更加的明确 不应该是说我靠着关系来协调跟陈情之后 我的贷款才能够更顺利的 这是第一点 再来就是说目前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呢所停休业的旅馆数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的一个旅宿业 那么旅宿业它的融资跟贷款呢 我们现在呢我们政府是以银行为主 所以有一些他非都会型的业者他在反应的就是说 他可能他是跟信用合作社跟农余会 他是做贷款的 可是我们并没有把这次把它纳进去 所以我今天要请教院长就我们有没有可能怎么样把 可以调整一下让能够达到让这些业者 还有包括都能够达到你所谓的雨露均沾这方面 委员我谢谢这个委员对于这一方面很多的关心 同时对我们作业的肯定 那对于相关的这些纾困 我们目前为止到现在贷款已经出去 有407件61亿 而银行自己办的贷款已经有1800件 超过300亿这些昨天我们特别向各界报告 就是纾困的作业是贷款的部分 今天也向各界报告就对劳工的部分 现在每天都有 那委员在地方最接地气可以知道 如果哪一些方面我们也没有做到 这一次我很诚意 委员你多指教 无论他是交通部的哪一部位的 我们希望有委员从底层的民众的角度来检验 如果我们有做不到的 委员尽量指教 那我们一定尽量来做 不敢谢谢院长 因为我刚提的毕竟南投我们的旅宿业很多 那可能他的贷款不是银行 那我刚刚讲就是我们这次主要的 他的贷款的 我们在这次的纾困计划里头 贷款不是银行是不然是哪一方面 农余会 他有一些他是跟农余会的 但农余会我们这次是主要 我们是跟银行为主嘛 所以如果他是跟农余会 或者是信用合作社的 就不在我们这次的范围里头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能不能放宽这个标准 才能够与路群沾啊 好 那这样农余会的部分 或者信用合作社的部分 我也请他们说 那如果是向这一包部分贷款的 反正政府是一个诚意 那就是业者受困的 我们既然要纾困 那刚才我以为你讲银行 那银行的部分我已经说明了 那你现在说农余会 信用合作社 信用合作社 我交代再来查 委员看是哪一部分 也这样连起来才能 真的能做到面面俱到 好 如果说有这个部分可以帮助在 有跟农余会贷款的 或者信用合作社 你就可以解决一部分 他没有在我们这一波的 纾困方案里头的 这个我就在这边 以院长的答复为主 先谢谢院长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航空业 那因为呢 从去年开始呢 全球有17家的航空业 都收起来了 那在今年开始呢 因为这个肺炎的关系 所以我们机场 桃源机场的旅运量 他也是这个雪崩式的下滑 我们可以看到 从就是从几天前 3月29号 他当天实际的出入境的旅客 才2400多人 比2003年的SARS 那五月份的人数还要低 也就是说在我们淘基 41年来的启用 是创下目前最低的 当日的这个旅运量 是最低的 所以就说这个旅运量那么低 他不止影响的是航空业者 所以你包括的很多的这些的 这个免税店 他都是受到影响 所以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因为航空业 他的飞机一般都是靠着这个贷款 来做这个运行的嘛 所以他当然每天的利息 他必须要支出很多 可是他必须要航班的起家 他才有收入 他没有航班的起家 他每天还是必须要 日常性的一个维修嘛 那所以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当然政府我们有 除了利息的补贴之外呢 这次的纾困方案2.0当中 政府有提到 就是可能会再增加一个 500亿的专案贷款 那这个专案贷款 目前因为也还在讨论当中 何时上路我们不是很清楚 那因为这个300亿 从到500亿 我不晓得 一开始是讲300 后来到500 那到底这个评估 是怎么出来的 所以我想请 这个请部长回答一下 那另外呢 就是说因为航空业者 他这个资金本来就很庞大 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纾困的方案 还有包括这个 这个低潮期 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 所以在贷款的时候 我们如何更加的谨慎 避免让我们很多的金融机构 他会受到牵连 是 有关于大型的航空公司 他的融资贷款 信用担保 还有一些利息的补贴 那我们除了 基本的这些 所谓的租金 权利金的减免 那其他的这些 使用费的 这个补助以外 这个部分我们是进行媒合 也就是把他申请 然后这个信用担保 到审查 就三位一体 所以目前我们跟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沟通好 也已经找到了要主要 来这个 就是主要贷款的银行 所以500亿是经过我们大概跟每个很多银行 就是跟他们有商量 或者评估出来的 大致上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金额是吗 对 那所以 比如说以华航来讲 就是台银主要来主办 然后再加上连贷 那长龙当然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是可以说 单一窗口服务到家 因为就是几家主要的航空公司 好 那因为在这里我想院长 就是我刚提的 因为金额很大 贷款的金额很大 航空业的贷款很大 我们要如何确保我们的金融机构 不会在这里受到影响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非常要去关注的一个点 那我想当然 因为观光业受创那么多 我们尽量都会去支持 但是就说 在这千屏的两边 如何要去 要去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航空业者 但是 我们也不能够让很多的这个金融机构 承受太大的一个负担跟压力 这个一定要好好的做评估 是 那我来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次呢 因为廉价才刚刚结束 那我们可以从我们整个的 各大的一个运输系统都可以看到 不论是台铁也好 或者是高铁也好 我们的售票确实不如以往 那这个是可以 大致上可以 可以估算的出来的 毕竟这两个也是我们 有政府在后面支撑 所以不管好与不好 他们都不需要太过担心 但是有很多的客运业者 比方说 在这次的客运业者当中呢 有我们可以看到 民营的客运业者 纷纷都有做减班 那特殊的一些的路线 他们也都有做删减 所以原本呢 在二三月份 无关系台下公司 马祖赛赛赛 这个本来都是一个 我们在地方来说 就是说 都是一个 竞相的时期 是非常热络的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些都减免 所以游览车的这些 客运业者也好 他们受到影响更大 那所以呢 我想在这里 他们也有计程车 在反映就是说 现在呢 目前呢 他们所看到的 就是他们的载客量 也都一直不断的减少 那所以我想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图表 我们目前政府 所做的补助 当然在2.0当中 看到都是以加打为主 跟我不晓得 待会部长这边 有没有新的一些 要做的新的做法 或者是按照原本 1.0的 再做2.0的加码 待会可以请 这个部长补充 但是就是说 跟航空业一样 我们游览车很多 他面临的状况是什么 就是说 他本身就是因为 他贷款的压力比较大 因为他成本高 所以他贷款压力比较大 那现在因为没有收入 我们就 就没有办法去偿还 那我觉得政府 在这个部分 一直不断在做调整 也做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有协助 让很多的 他在融资的过程当中 去降息或者是延长 他在偿还的这个期限 这个都 都是我们在 跟建议 跟你们建议之后 有在做调整的 这个我觉得 我必须肯定 在这方面 我觉得政府做得不错 但是我就 就是 还是要讲就是说 目前很多的业者 他本身 他担心的是 他自己资金不足 他需要的是 他贷款额度的调高 那这方面 有没有可能 我们尽量再协助 这些客运业者 或者是游览车的 在这方面 我们能够 就包括你在规划 航空业的专案贷款一样 有没有可能 朝这方面去做 是 对于 就是运输业 当然我们现在有增加 在纾困2.0里面 像游览车 跟进行车 司机的 薪资的补贴 那另外当然就是 针对像国道客运 这个部分 除了机场以外 我们可能也会扩大 那我们都会看到 他实际上 运量的变化 来作为我们 就是 纾困 那你刚刚提到 就是贷款 这个部分的额度 那有关了一些大的 就车行 或者是业者 我们目前 其实金额的额度 按照经济部相关的规定 其实也是 应该最高都可以到 除了中小型以外 也可以高达到1亿多 所以这个上限应该是够 他们这个融资 那现在是能不能 得到银行 就是来乘坐 这部分我们也是会全力来协助 那遇到困难呢 请委员跟我们反应 我们一定是一家一家 来协助他们处理 好 你包括像你说 你的油料补贴 还有气燃费减免的部分 其实这里 我就觉得可以再检讨 你比方说 我们现在的 目前我们的措施是 气燃料费 是减免50% 那像我上次有讲过 就是计程车 它现在是可以向中油 或是台油 去申请这油卡 那每个月 可以申请政府的补助 大概是2000块为上限 那我讲过就是说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很多的你鼓励 它现在不是油价的关系 就是计程车 它上路了 它在街上绕 它也是空绕啊 它没有客人可以载 所以你补助它油料费 其实它 这个其实对它没有帮助 它空车在街上绕 它只会造成空气的污染 或者是它自己 招北缸 所以在这里 我就一直在讲说 是不是可以说 把这些的某些的预算 你可以把它做为 其他用途的调整 这个有关于气燃费跟牌照税 因为计程车本身就是免的 所以我们用另外在油资的补助 现在在薪资的补助 那在其他的这个车辆 其实以我们的公路客运 我们都有一些 就是亏损的补贴 本来就有 在我们的制度里面 那在事工车方面 这个当然地方政府 但是部长因为您刚刚讲的 就是说客运的 它本来补贴的是正常的 我们就有补贴嘛 有一些是特殊的 或者是偏远的 我们本来就有补贴嘛 但是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 它就自然 它就 我们政府我们不能够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它减掉之后 然后它也造成损失 那地方也造成 我们会对车来补贴啦 比如说 如果是 这个国道客运 一辆多少 以车作为单位 因为油的计算 其实会比较复杂一点 在公路客运或是相关 那计程车方面 因为以前也有经验 然后中油排错 他们也愿意再乘坐 这个油卡 甚至加码 所以用什么方式是最有效 我们那也会跟业者来沟通 因为部长 我现在提出来 就是计程车业者他反应的 就是说 他现在我们补贴 他油卡这个好意 但是问题是说 他必须要去加油 他才能够拿到补助嘛 但是他今天加油 他出去整个车上 他整个在街上就没人欺负啊 所以我说 你不应该是这样的补助 能不能去有做不同的调整 我们都放弹性了 比如说你一个月两千块 并不是说一公升去扣四块 你要一次使用也可以 他有点处值卡的这种性质 所以是一定用得完的啦 用不完六个月 也可以再延伸到九个月 所以这一万二给 计程车司机的油脂补贴 是看得到吃得到 他们也都觉得很受用 没关系 就是因为我之所以提出这个 我在文会有提过 也就是因为计程车的业者在反应 就是说因为 你要让他 我们政府的美意 他要感受得到嘛 所以你刚刚讲了 就是说 我们当然有很多的部分的减免 但是既然我们对计程车司机 我们又寄出另外一个油脂的补贴 怎么样让他觉得 又感受到他能够好用 那否则的话就我刚刚讲的 他出去之后 他再不到客人 其实这就不好啦 这我还是觉得 现在网约车 还有这个我们协装数位转型 那这个部分也是利用这个机会 我想对计程车的竞争力的提升 那油脂的部分 经过大家的建议之后 我们现在是非常盘性处理 所以他也可以一次去加油 他就用掉两千块 那只说一个月 我们就限定先两千 然后六个月一万二这样 好 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这个你上路之后 必须要有一段的期间观察 最主要是受用者跟受惠者 他的回馈对我们来讲 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我们当方面在这边讨论 跟思考的 还是要从受惠者的角度去出发 那既然部长这边也讲说会调整 那我觉得在一段时间 如果计程车业者 他也再提出来 我觉得那 已经调整了 在四月一号上路的时候 现在的这个油卡 台硕跟中油还加码 因为他们会竞争 所以这个是变成一个他可以长期使用的卡 这个两千块呢 我们并没有限定一公升 補四块钱 你要一次用或几次用都可以 好 没关系 我觉得这就是 就是我们再看看那个回馈 好 那我想在这里呢 我跟这个院长也在讨论一下 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都是 刚刚讲的都是一些属于业者的一个纾困 那毕竟我们受到冲击的不只是业者 因为观光业者他的劳工 他也是受害者之一 那因为呢 我看到我们交通部的这个统计 从到今年的二月底 我们旅游业的从业人数是四万四千多人 旅馆跟观光业的从业人员是将近九万人 观光游乐业的大概是六千多人 所以总计在我们观光的从业人员上面是四四万人 那么上个月呢 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业者 他开始出现了一些裁员的状况 或者是开始就是犯无薪假的 包括很多这个公司倒闭的 那当然员工就失业了 那劳动部三月份他所 他所这边公布的一个无薪假的数字 可以看得出来 已经是我们八年来的最高了 那所以我想这未来的情况会 可能会更加的严重 在这里我跟这个院长跟部长这边在讨论一下 就是说目前呢 我们针对观光业的劳工 我们确定有正在补助 跟在进行的是人才培训的部分 那因为呢 我们按照你如果从这个最下面这个图表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有每个人能够领取最高的上限 是18960的话 所以观光业者他大概可以提供的人数是在两万六千四 那么 以公路的运输业来讲是可以提供是一万六千人左右 就是其实他的百分比一个是18一个是8% 其实还是很低的 我问过我们观光局的同仁是说还有预算可以再加码 那因为公路总局的部分我不晓得现在因为预算用完 用庆之后会不会继续的再加我不知道 或者是说部长这边有没有新的一个在第二阶段有新的做法 你能够让我们相关的产业的劳工也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完善的一个照顾 本来是5加3亿 5亿是针对观光业的人才的培训 3亿是针对运输业 那运输业的3亿目前是够用 因为他们来办理这个训练的课程的相对没那么多 可是在观光包括旅行旅游啦 还有一些相关的产业 3亿目前得到的是够用是吗 因为他们觉得可以提升在这个时间来做培训 所以我们再加码15亿元 这样就是20亿元 部长您刚刚讲的就是说 基本上在运输业的部分3亿目前是够用的 所以在第二阶段不会调整 那只有在旅游业跟观光业的部分 我们会在第二阶段会再 增加15亿元加原来的5亿元就是20亿元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想基本上让我们的很多的这些的 观光的劳工能够得到一个帮助还是最重要的 那因为呢目前呢 今天呢因为我想整个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我们的观光业里头呢 我们的餐饮业其实还是重要 还是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虽然它不是属于我们交通部的范畴 但是我在这边借这个机会 我跟院长这边也提醒一下 就是说目前呢经济部这边也提出了几个纾困的计划 比方说这个利息的补贴 还有信保基金 抵用券大型的活动等等的 那最近呢因为有很多的业者一直在讲说 这个它的步调很慢 所以如果再不赶快把这个 再把这个经费再合拨下来的话 我看很难再撑过接下来的两个月 那另外呢经济部最近有提出了一个 就是要编列1.65亿 要补助1万多家的餐饮业 要导入一个就是餐饮业的 扩大销售平台要增加营收 可是我这边我觉得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就是说其实它这个只是在变相的 来补助外送的平台 你说好听的是说 帮助他们可以扩展他们的市场 可是相对的你的外送的市场有增加的话 你相对你的人力就会减少 那这个就可能跟我们政府一开始在纾困的计划 它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我不晓得院长对这个 这个细项的内容了不了解 那我今天 这个委员 这个恐怕外界解读上有一点误会 外送这一次在这个疫情冲击 外送业者其实生意大好 因为大家都在家里都叫外送 所以外送反而在这个阶段 整个平良起来生意是好的 这个不必要补助 我们不是补助外送业者 是补助餐厅 因为没有人上餐厅之外 或者减少了 于是他改为卖便当送外送 所以有经由外送送去给客户的 这是餐饮业者 我们补助这个 不是补助外送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确保一点 就是说不要因为说 他的外送平台 到时候可能又有很多又委外 你去委外去做一些的这个 就是外送的公司 那最后导致他自己的员工也的权利受到损害 这一点我觉得院长跟经济部这边 只要把持住这个 就是确保我们很多 餐饮业的这些劳工的权利就可以了 那至于是说怎么样更普遍性的做更加的安全 那当然这个我们不反对 好那我想呢在这里呢 我今天呢跟部长跟院长这边探讨 就是说因为这次的纾困方案 第一时间也很急 那内容也很繁琐 所以我们的我们就包括刚刚部长提到的 我们的2.0的内容也会随着1.0的调整 我们再去做不同的改变 所以内容他可能很多会去做更动 所以我想在这里 你包括说从旅行业者 他本来的薪资从1万到2万 那包括你的航空航空业的保证金 从300亿到500亿等等的 那我当然是可以理解 就是说我们为政府 有时候我们为了很快的去安定民心 我们会提早公布某些的政策 但是因为很多的政策还没有确定之前 你就变成口耳相传 在房间有各种不同的版本 甚至2.0还没有上路 现在有很多的民众或者业者已经打来 询问应该如何申请的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 他就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误会 所以我想我还是提醒院长跟部长 我们各单位还是要在这方面呢 在还没有很确定以前 我们不能够随便空喊假 不是大家在喊 就是就是画大饼一样的喊口号 这样我觉得对未来政府 在整个施政的过程会造成不变 同时会增加很多不必要的困扰 我在这边跟这个院长跟部长提醒一下 那另外呢 院长因为廉价刚刚结束 那所以呢现在我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清明姐的这段期间呢 也有很多的旅宿业也好 观光景点 他其实人数都有是增加的 那当然这个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啦 因为好的是看到就是说 还是有人 我们观光业子还没有那么的萧条 但是我们又很怕这个群聚的感染 所以院长在这部分呢 一定要提醒我们各部费做好 在这个就是防疫的一个追踪上面 那特别呢 是南头呢 我们这个观光大县 我一直希望跟部长这边就是说 怎么样借由你过去 你在中部的一些的经验 把整个中部地区的观光 能够同时的把它串联起来 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希望部长在这边能够更加的用心 好吗 那我想院长 最后我跟您再简单的探讨一下 因为现在呢 政府不同的方案推出有很多 我们这次的振兴方案也好 当然有很多的这个coupon券 或者是说这个抵用券等等的 那甚至现在大家讨论 很多民众讨论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发放这个现金券等等的 那当然不管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一定要赶快进到院会里头来讨论 最后我请教院长 对于发放现金券 其实外界有误会以为 说以前发放现金 那这一次政府都不发放现金 其实不是 这一次我们整个发放现金 已经准备一千多亿了 我们不是像上次 你用券还是现金 不是 现金哦 以前金融好像是时候 政府曾经发放八百多亿的现金 不分平复 所以我们觉得当年的效果 没有那么大 这一次我们是针对有需要的 比如中低收入户 弱势 家庭 这个 这个发放给他们这一些就达了四十几亿 另外对于自营工作者 每个月一万块钱 就这个也都是现金 另外对于有些公司 付不起薪水 政府补贴它四成 这个也是现金 另外对于失业者 我们要照顾的 这个有一百八十亿 这个也是现金 这些通通通加起来 这些通通加起来一千多亿 我们政府这些都是要发现金 只是不像上次 消费券 人人有奖 不是这样 这一次是针对哪一种给多少 哪一种给多少 刚才讲的计程车司机 一个月一万块 这个也是现金 好 就是说 基本上听起来就是第一个牌付 那第一个就是用急剧性的去 就是给需要的人 给弱势的人 好 那我想在这里呢 就这个会期呢 我们朝野呢 我们全力的都是 支持行政院这边来做好防疫工作的 包括很多大型的建设等等 但是我还是希望 我们每一笔钱 真正好好的思考 让他花在我们的刀口上 毕竟所有的钱都是得来不易的 那在这边呢 也给所有的行政团队加油 那最后我再提醒院长 就是说 每一个会期我都会讲到了 未来的中兴新春的发展 这是一个接下来的 四年的民进党的执政 如何让他更有未来性 我想在这里 报员会本日排定咨询之委员 军与咨询完毕 谢谢苏院长及相关部会首长的列席答询 先做以下决定 下次会议 继续进行交通组织咨询 继续处理复议案 本院民进党党团 针对第六次会议 报告事项第十案 之决定提出复议 请公决案 先做以下决定 我们另定期处理 报员会本次会议进行到此为止 现在上会